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广东南兰vs辽宁南兰G3开打北京时间5月1日,CBA总决赛,G3打响,这场比赛就会决定20-22赛季,CBA总冠军的归属。 赛前杨明指导与杜峰指导都表示会倾尽全力,而且有消息称意见联有可能付出,不过开场意见联并没有进入大名单。 广东与辽兰的先发阵容都没有变化,首截是防守,大战辽宁以19-20落后1分,半场打完广东54-44领先10分。 首截广东3分,首感不佳7中2,而辽兰3分6中3,不过胡明轩,周鹏的冲击力不错,首截胡明轩6分,是全队得分最多的球员。 辽宁这边,梅傲替补出场,5中2拿下5分,郭艾伦像赛前预料的那样,被重点看护,首截三中一只,拿下3分2主攻,赵继伟则延续着自己糟糕的首感,三中0得分挂0。 次截开场胡明轩,又命中一个远头,不过采现了,给了2分,可回过头来富豪单打,苏伟制造了,苏伟第三次犯规,第二截才开场,44秒而已,苏伟的犯规困扰,让杜峰换上了增返日,缺少了苏伟,这个高点广东的内线劣势,再度凸显。 周鹏在这个时刻,为了稳定军心强突富豪,打成2加1,福格失误,韩德军篮下不中,又是周鹏篮下打中,广东拉开到7分,福格甘拔2分后,周鹏回敬了一个,甘拔3分。 周鹏篮拿8分,帮助广东拉开到8分,郭艾伦突分张震林,3分终于止血。周鹏又突破回应,辽兰3分不中杜若旺,防守反击再中3分。 韩德军篮下,再中辽兰,还差8分,威慕斯突破给了赵继伟一拳,但还是赵继伟犯规两罚全中。 张震林中距离右中,赵继伟与朱镇,党差终于得手,追到只差6分。赵继伟抢断一条龙,分差只剩4分。 赵锐攻辽兰的联防,连拿5分,王兴凯也命中3分,辽宁好不容易追分,又被拉开。 辽宁的联防,太差了,杨明变防守的,策略完全错误。 郭艾伦中投不中赵锐打反击制造,张震林犯规两罚全中,赵继伟终于命中了一个3分。 郭绍过掉3人,上篮命中,赵锐被封盖,杜润旺对付豪卡位,犯规两罚全中。 胡明轩3分,回应分差还是10分,富豪接郭艾伦分球中,投得手。 增返日捕篮命中,广东54,比44领先10分。 郭艾伦半场9中,两支拿下5分5助攻,胡明轩11分1篮板,赵锐10分6助攻2篮板,周鹏12分6篮板。 第二节单节,拿下10分4篮板,文言小白,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